赛前已经累积了在中华之邦199场出赛 这一场的话就是第200场出赛 本季到目前为止拿到6次的一个救援成功 有两次的救援失败 17局的投球当中防御率3.18 那每局被上率1.24 左半边的飞球有没有什么机会呢 跑过去很远的距离 但是一个弹跳就上到了看台了 还是高飞球 这一次在二磊的管区陈伟瀚 微调脚步之后接杀 两球就抓到了第一个出局数划算 欧尔杰4-0 打击一段是比较闷 第一球就出手 来看一下非常深远在右往的方向 接杀出局 就在警戒区 出局了 2-88打击率 3-88打击率 我之前小李飞到的好球率很高哦 3-88打击率 挥棒路空 3-88打击率 这球勾回来 弹跳球在一壘方向 一壘所接球 是包包 是包包 哈哈 王振顺刚刚是过去跟向某医讲说 再等等 哈哈哈哈 差点放枪 所以王振顺说 久等八得再一球 左半边 有得跑 詹子贤 滑杰 真的是再一球 再见 sliding catch 哇 what a catch 也结束了这场比赛 中场中信兄弟就是以5-4 一分之差 还击败了童医师 赏给童医师 四连败 那同时呢 中信兄弟的先发透走向魔力 是拿到了本赛季的第六胜 先请观众朋友休息一下 待会再回到我们的赛后讲评 哈啰 哈啰 大家好 我们来走妹妹 赶快订阅去爱才不会错过我们哟 一个月77人 还有三个月 还有六个月要会办案 用电脑订阅更便宜哟 快订阅起来吧 爹爹 爹